透过书写受持金刚经 同时也能够获得无量功德 金刚经记载受持独颂的功德 若父有人书写受持独颂 为人解说功德无量 依据经典里面教我们修持的方式 若人受持独颂书写此经 这是金刚经的受持方法 所以世人的功德无量无边 受就是你接受这一部经 持就是你在写金刚塔的过程 一年当中 你的心里面一直就记得 你是在修行的人 你是在写金刚经的人 所以你就会一直意念着 经典的功德 再来我们在读诵 就是常常读 那个经典的道理 会成为我们的生活字眼 乃至于我们的思维模式 会自然而然潜移默化 所以透过书写 透过读诵 我们来学习这一部经 是这样子 所以就发现说 这一部经 它一时之间也写不完 所以这样子会延长 我们修学的时间 所以就非常很好用 又大众都能够接受度很高 然后又能够产生 非常不可思议的功能 我们早期还有做那个 跟高雄医学院做那个 HRV的测试 就是测试这个压力 那刚刚开始还没写的人 他的压力指数 跟他的后面写了之后 他的压力指数 他有做一个对应 发现有的人是有很明显的改变 那这还蛮有趣的一个过程 建徽法师开示 透过书写 授词 读诵金刚经 金刚经所说的内容 潜移默化在每个人的心里 并表现在日常的行住坐卧 十方新闻 黄慧如邓振普 高雄采访报导